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打可賀! 我是蘇坦,會來到今的節目 這次我要拍一部情緒發泄影片 最近南非便出現了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那因為現在這些變種病毒是按照希臘字母來命名的 世界衛生組織直接調過兩個字母 怒跟習 習近平 而直接把病毒叫做Omicron 這件事情其實讓很多人覺得非常的不爽 因為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就是不想要的罪中共 連美國共和黨參議員Tom Cotton說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不想要的罪中共 才把這個病毒直接命名Omicron 而不是習跟怒 我其實越來越覺得共和黨是非常了解中共 那斯坦,我想說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病毒就是習病毒 其實也不用太客氣,不只是變種病毒 連原始病毒株也可以命名為習病毒 就是習近平的習啦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隱瞞疫情才擴散到全世界 噴噴啊 那共產黨最大的頭是誰呢? 當然是吸包子 還有中共一直收買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 不讓台灣進 提醒一下大家 武漢肺炎剛爆發的時候 台灣的醫師有寫信給世界衛生組織 說在武漢有個不明肺炎 而且還會人傳人哦 世界衛生組織按照他們的習慣已讀不回 也不讓台灣進來 後來共匪說我們把疫情控制得很好哦! 然後大德塞還有跟那個吸包子見面 然後說我們不應該斷絕於中國往來 還是要維持跟他們正常的貿易 坦德塞啊 他自己也是馬克思跟共產主義者 也是參與伊索比亞的極左的黨派 那個黨派其實跟中共很像 他就是民族主義跟共產主義的縫合怪 就是提格雷族的那種民族主義黨派 然後這個人到現在都是領導世界衛生組織的 因為這個疫情有擴散到全世界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行為 第二個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行為 被手買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行為 你們想想看任何民主國家的政府 如果真的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一定會下台 政客也肯定會被譴責 有些很有可能還會被關起來 但是那些世界衛生組織的大頭 都沒有改變 坦德塞還是領導啊 他們還是搭他們的商務艙去世界各地啊 而且他們主要的責任 也是要避免這種全球大流行發生 但是感覺上他們只會到處去旅行啊 應酬啊 然後住五星級飯店跟搭商務艙 這個應該要說是世界應酬組織 而不是世界衛生組織 還不讓民主自由台灣全球醫療 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進來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而且最可惡的是 我的錢也在那裡 每個人 每個參與國的公民的納稅人 都有交錢到世界衛生組織 你的稅的一部分就是 有交給那些國際組織的 一個是獨裁職、俱樂部、聯合國 另外一個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坦德塞、還我錢 他們跳過這兩個希臘字幕的 就是母跟席 是因為太關心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的感受 但是我想 全世界幾百萬人死於肺炎 他們的家屬的感受 你們會不會關心啊? 全世界有多少人 因為封城 因為失去工作 因為經濟動盪 他就失去了收入來源啊 有些人猶豫症發作啊 去自殺啊 世界衛生組織 你們會不會關心這些人的家人的感受啊? 你們覺得習近平的感情 比全世界的五百萬人的命還要重要嗎? 我覺得坦德塞確實是這麼認為 其實 每次聽到任何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 我只會想到兩個字 噁心 一群噁心貪官的不專業 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機 而且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有付出任何的法律責任 還有共匪的行為也是越來越囂張啊 因為他們那些國際組織啊 都是掌握在手中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共病毒性變種 最實在的名稱就是習病毒 也可以說習近平病毒啊 沒問題 還有我們全家人都得過武漢肺炎 我得過啊 我老婆也得過啊 我父母也得過啊 但這個我不要再講了 我只是希望全球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這個病毒是來自哪裡 而且那兩個組織造成這個全球性的危機 其中一個組織 我們每年都有繳錢給他啊 世界衛生組織誰領導啊 誰參與啊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決定權 就是我們一般的那種國家的公民嘛 我們沒有任何的決定權 我沒有選過這個譚德賽 我的觀眾也沒有啊 我想全世界絕對大多數的人 到疫情爆發之前 都不知道譚德賽這個人是誰啊 那這些unelected officials 從來沒有任何人投票給他們 他們憑什麼決定我們的未來 對,他們應該是醫學界的很專業的人 沒錯 但是譚德賽也不是醫生啊 他那個Doctor Tetris 他不是medical doctor 他不是醫師 他是政客 以前在伊索碧亞的一個貪官啊 因此我希望這些組織是可以改變的 以前川普要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做法 世界民主國家不應該參與這種的組織 應該是要成立一個新的 而且必須要有監督機制 一定要看到那些國際組織是怎麼花他們的錢 而且一定要知道多少錢有留在那些貪官的口袋裡面 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免疫就是要幫助其他國家 幫助醫療不發達的區域 但實際上那些國家的人最後也拿不到任何的幫助啊 絕大多數的資源都留在那些貪官的口袋裡面 這是世界上極度不公平的機制 而現在他們直接跳兩個希臘字幕 我覺得真的也是很可笑 不是有命名原則嗎? 不就是要按照順序命名嗎? 那你的科學精神去哪裡? 只是我也覺得一個字叫奴 另外一個叫習 所以你不想叫 其實啦 習病毒就是習病毒 你再叫他Omicron 他還是個習病毒 你叫他Omicron 他的毒性也不會改變 他還是個習病毒的毒性 我覺得吧 世界衛生組織啊 你們欠全世界跟道歉 你下戲下集嘛 祝大家不要得習病毒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個影片下面會被傳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再會啦! 來唷 Y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